农历七月初七是亲娘妈的生日 也是一年一度的成年礼活动 在新竹市副市长沈慧宏 竹连寺主委许修睿议长 还有众多明代共同上香祈福后 由议长许修睿将亲娘妈请到活动现场住假 16岁青少年也借由 愣叫喀 愣耿 喝曾年酒等仪式 象征孩子长大成人 台湾现在为二两个有这样古里成年礼的 只有台南跟新竹市 那在北台湾新竹市竹连寺这个是响叮当的 而且网络报名马上秒杀 但是我们也知道新竹市14岁以下 占了18%的孩子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用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生活跟文化 告诉孩子们这个成年礼 是对自己的青春负责 而且接下来对自己的人身负责 新竹市政府与竹连寺 五度合作共同推广七夕成年礼仪式 让孩子可以了解传统宗教文化 当天超过千位的青少年共同参加成年礼仪式 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仪式 就是认字要等大人 就是现在一开始是成年礼仪式 是满16岁的人认字要等大人 那等这个仪式结束之后 那除了还没为满16岁的 从1岁到15岁的一样 都可以来认字要祈求亲娘妈来保佑 很多小孩子满四个月就来国观神菩萨 做义子义女 那所以满16岁的时候 就透过这个成年礼仪式 我们就把她的欠脱下来 表示她已经长大成人了 一千多位的学子借由 愣叫腳躺躺 饮成年酒等仪式 迈向人生另一个阶段 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其实成年礼是台湾的一个文化 然后16岁就代表自己长大了 要为自己负责任 16岁就已经就是不一样了 所以就来参加一下 已经和自己有说过 自己已经成年了 就是已经有一些事情要自己扛好 好多不是交给家人来做了 想青春一起放闪去七夕晚会 25号晚上7点到9点开唱 特别邀请饶舌歌手楼俊硕 摇滚乐团明先生 创作才女白安 以及人气偶像黄鸿生和市民朋友 一同共度浪漫的七夕情人节夜晚 凯波新竹万事连采访报导